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今天要问你解读的书叫做《刑罚的历史》,作者是著名刑法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祥,刑法,刑事处罚,简单说,是依据刑法,对犯罪分子施加惩罚,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司法事件之一,中国也不例外。 上古典籍上书就设有专章,记录周代的刑罚制度和刑罚种类,此后的情律、汉律、唐律、明清律法,刑罚同样是主要内容,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法治史,就是刑罚制度的变迁史,这个过程既伴随着法律的进步和完善,也不乏残酷野蛮的势力,这本刑罚的历史,作者对此进行了 详细梳理,并且总结出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四大特点,这对于正在建设法治社会的现代人具有借鉴意义,下面我就围绕这四个特点讲这本书,哪四个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刑罚的性质从野蛮转向文明 第二个特点,刑罚的残酷性始终存在 第三个特点,刑罚的不平等性贯穿始终 第四个特点,古代刑罚的本质是人质大于法质 好,现在讲第一个特点,刑罚的性质从野蛮转向文明 中国的刑罚制度起源很早,据史料记载,夏朝就已经有三千种刑罚 商周时期形成了所谓的五行,即五种刑罚 哪五种呢?墨,易,月,弓,大屁 我一个个介绍 先说墨行,墨汁的墨,它是在人脸上刺字 然后涂上墨汁,等伤口愈合,成为永久性的耻辱记号 再来讲易行,利刀旁加上鼻子的鼻 顾名思义,是用刀割掉鼻子 月呢,则是利刀旁加一个月亮的月 是一种砍脚趾,甚至双脚的酷刑 弓刑,指的是对人进行阉割,铲除其生殖系统 至于大屁,说白了,就是砍头 可以看到五行的目的是要损毁人的肉体 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肉刑 西周的时候,墨,易,月,弓,大屁 各有五百条罪名,犯了哪一条 轻则毁容,重则残疾 甚至于伸手异处 到春秋战国时期 各国诸侯为了加强社会控制 攫取更多资源 不断加重刑罚的力度 很多老百姓因此触犯法律 惨遭肉刑 严重的时候,你随便往街上一站 满眼都是四肢不全的人 举个例子 有一次齐景公问宰相燕英 最近市场上的哪些商品紧俏 哪些滞销呢 燕英说了四个字 巨贱永贵 巨是普通人穿的鞋子 永是给断脚之人定制的鞋子 巨不值钱 永价格高 说明断脚之人多 需求量大 怎么会有那么多断脚的人呢 自然是严刑郡法的结果 齐景公被称为是川丘后期比较贤明的国君 连他都滥用肉刑 可见这种现象的普遍性 秦吞命六国之后 还把肉刑和劳役结合起来 使刑罚更为严酷 根据秦朝法律 盗窃超过六百六十钱的 不仅要割掉鼻子 并在脸上刺字 还要去修筑城墙 秦始皇亲自抓的帝国三大工程 长城 阿旁公 和离山皇陵 蒸发了上百万壮丁 其中包括几十万行徒 也就是遭受肉刑的囚徒 如果穿越回长城的施工现场 你就会看到 许多缺胳膊断腿的行徒 正在辛勤劳作 秦军士兵站立一旁监工 稍有不满 鞭子就狠狠地抽到行徒身上 这样的场景 或许能帮助你理解 秦政何以为会成为暴政的代名词 汉朝初年 统治者废除了一部分苦刑 使刑罚宽松了一些 但总体上仍然偏于残酷 民众苦不堪言 这时候一位少女 给皇帝写了一封信 不欺然间改变了历史 公元前167年 一个名叫提营的少女 向汉文帝上书 他哭诉说 自己的父亲因为犯罪 要接受肉刑 一旦受刑就成了肢体不全的人 做女儿的怎么忍心呢 所以我宁愿给官府做奴婢 替父亲赎罪 提营的话让汉文帝大为感动 他也认识到肉刑太残酷 于是汉文帝下诏 废除肉刑 他在诏书里说 上古没有肉刑 而天下安宁 现在有肉刑 作奸犯科之事 却屡禁不绝 这是因为朝廷教育的不得法 让人民动不动就触碰刑律 朕对此深感惭愧 而且肉刑会导致受刑者终身残疾 如此残酷的刑罚 难道符合圣人的教会吗 朕决定废除肉刑 用更温和的刑罚替代 本书作者认为 此举具具有划时代意义 首先汉文帝第一次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肉刑予以废除 这是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其次 汉文帝对刑罚的功能也有了全新认识 刑罚不仅仅是惩罚犯罪的手段 他还应当对犯人进行改造 使其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汉文帝的这一主张被后世所继承 历经数百年变迁 到隋唐时期 正式确立了五种新的刑罚 那就是 吃刑 杖刑 图刑 流刑 和死刑 其中吃刑和杖刑类似于打板子 图刑是坐牢或者扶牢役 流刑则是流放 可以看到 除了死刑 刑罚不再以直接损毁人的身体器官为目的 这相对于肉刑 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 此后至少在明面上 肉刑成为一种不道德的科政 统治者一般不敢理直气壮地恢复肉刑 这是不是意味着 古代中国的刑罚从此变得人道 甚至走向现代法治理念呢 现实可没有那么美好 下面我来讲中国古代刑罚的第二个特点 残酷性始终存在 汉文帝废除肉刑使刑罚更加人道和文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刑罚本身就不残酷了 相反 我国古代的刑罚始终是非常残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以归结为两个直接原因和一个根本原因 我先讲直接原因 第一 肉刑其实没有被彻底废除 很多情况下甚至变本加厉 以公刑为例 公刑阉割人的生殖系统 使其不能生育 这在讲究孝道的古代 是最严厉也最不人道的刑罚 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时候 将公刑一并取消 这被认为是人德之举 此后公刑不再作为正式的刑罚 但是这并没有能阻止 皇帝和权贵滥用公刑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就因为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公刑 司马迁视之为奇耻大乳 他忍受着公刑的痛苦 写下了史学名著史记 唐代权贵盛行把贫困人家的男孩子阉割 收为家奴 不知道有多少幼小的生命 因此饱受摧残 公刑还有一个重要的存在土壤 那就是宫廷对宦官的强烈需求 秦汉以来 就有将遭受宫刑的人纳入宫廷 充当苦役的传统 明代后期民不聊生 不少人为了混口饭吃 咬咬牙把自己给淹了 去当太监 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 就是这样进的宫 直至清代中叶 乾隆皇帝还下旨说 凡是犯谋逆大罪者 本人凌迟处死 其男性家属 无论是否成年 一律交给内务府阉割 然后入宫为奴 莫行是另一个例子 他被汉文帝废除以后 消失了很久 未进南北朝时 部分恢复 隋唐时期又被废除 可到了宋代 莫行不仅死灰复燃 而且登峰造极 按照宋代法律 犯一般盗窃罪的 在耳朵后刺还行 犯强盗罪的 额头上刺强盗二字 判处徒刑和流刑的 额头上刺方形 判处杖刑的 则刺圆刑 总之 只要你犯了罪 都是先刺字 再发配 这在宋代 叫做刺配 可以看到 宋代政府 其实是把墨刑 当作附加刑来用的 这就大大扩展了 它的适用范围 很多人都因此在脸上 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进而沦为社会异类 像水浒传里的林冲 武松 宋江 走到哪儿 都会被一眼认出 哦 他们是囚犯 大家都会对这些人 保持警惕 在日常生活中竭力排斥 统治阶层要的 就是这种效果 因此 由此产生的威慑力 是普通刑罚所不具备的 它有利于统治阶层 从根本上震慑反抗者 再来看导致刑罚残酷的 第二个直接原因 用于替代肉刑的刑罚 也很残酷 汉文帝将异形 改为鞭吃三百下 异形 改为鞭吃五百下 犯人挨一顿鞭打 不用砍鼻子砍脚了 这不是人证吗 可是问题是 汉代的吃 以主板或者藤条制成 上面布满毛刺 犯人的腰背或者屁股上 接连挨几百下 死亡率大大提升 这成了变相的死刑 汉文帝的儿子汉警帝 两次减少鞭打数量 并且规定 主板要削平 行刑的时候 由一个人负责到底 中途不得换人 受刑者的生命 这才得以保全 即便如此 犯人被打得皮开肉绽 落下终身残疾 仍是常有的事 随唐以后 吃刑逐渐和杖刑合并 到明清时期 两者基本成了同一语 杖刑 俗称打板子 鞭打力度 比吃刑要轻一些 当然 这也架不住往死里打 这方面的典型 当属明代的庭杖 庭杖可以理解为 当庭打屁股 它是明朝皇帝 专门用来对付大臣的 庭杖的时候 东厂太监监督 锦衣卫执行 锦衣卫会根据 太监的指示行动 如果太监的两只靴子 摆成外把子 喊一声 着实打 就是暗示要手下留情 反之 太监把靴子往里一收 嘴里喊 用心打 锦衣卫就得下狠手了 明武宗曾经把146位大臣 拉到五门外罚跪五天 然后失意停仗 当场打死十多人 家境皇帝更狠 把跪在左顺门外 劝谏的134位大臣 拖下去停仗 导致17人死亡 对士大夫来说 被当众扒下裤子 打屁股 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 所以 停仗摧残的不仅是肉体 更是人的尊严 说完了直接原因 接下来 说一说导致刑罚 异常残酷性的根本原因 那就是 统治者对刑罚的认识 作者指出 古代的统治者 把刑罚当作驾驭臣民的一种手段 使用刑罚的目的在于逼迫人臣服 并且对潜在的反抗者 起到威慑作用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 自然是刑罚越严酷 效果越好 至于人道主义 罪犯权益 统治者基本不考虑 花样繁多的死刑 就把统治者的这种心理 体现得淋漓尽致 早在周代 就出现 绞刑 斩首 车裂 烹煮 等死刑方式 一个比一个凶残 以车裂来说 他俗称五马分尸 就是把罪犯的头和四肢 绑在五辆车子上 车朝不同方向跑 罪犯的身体 被撕扯得四分五裂 战国时的商鞅 苏秦 就都是被车裂处死的 烹煮是另一种酷刑 春秋战国时 有的诸侯做出决定后 为了防止大臣劝谏 就警告说 谁敢劝我 就扔到大顶里烹了 这种风气延续了很长时间 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 利益基 就是被对手烹杀的 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时候 不包括死刑 只是取消了车裂等手段 后世的统治者可管不了许多 他们挖空心思 花痒翻心 使死刑成为了最严酷的刑法 本书作者一口气 罗列了十八种死刑 其中不少 看名称就让人头皮发马 比如活埋 腰斩 剥皮 灵齿等等 尤其是灵齿 始于唐代 兴起于北宋 宋神宗就曾用他来收拾那些攻击变法的人 明清时期灵齿同样被广泛应用 晚明名将 袁崇焕就是灵齿而死的 清政府更是把这种刑法推到了极致 刑刑总共长达三天 犯人要挨四千七百刀 为了防止其中途死去 事先还要灌大量鸦片 太平天国的许多将领 如石大开 林凤翔 被捕后都是当众灵齿 统治者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展示这种酷刑 当然是为了杀一警百 把反抗意识扼杀于萌芽中 实际上像弓刑 墨刑这些肉刑 之所以履禁不止 也是同样的道理 说到底 这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 残酷性就讲完了 接下来来讲中国古代刑罚的第三个特点 不平等性贯穿始终 现在我们都知道 法治的基本原则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过古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观念 相反 我国古代实行等级制 人的地位不同 享有的权利也不同 苏东坡属于士大夫阶层 按照行不上大夫的原则 即便犯了罪 也不用受肉刑之苦 这是得到皇帝明文确认的 宋神宗西宁二年 也就是公元1069年 一名无品官员 因贪赃枉法 被判流放海南岛 按宋律应当给他赐字 可是其他大臣认为 在朝廷命官脸上赐字 朝廷的颜面合存 于是经过宋神宗批准 凡是官员犯罪都不施以 障刑和默刑 以保持士大夫的体面 这就是为什么 苏东坡能把流放当旅游 一路淫湿作画 要是他额头上也刺几个字 恐怕就没有这个雅兴了 权贵还有一项老百姓 很难享受的待遇 那就是花钱赎罪 又叫赎刑 秦汉时期规定 如果你犯了罪 能缴纳规定数量的赎金 可以免除刑罚 当然前提是你得有钱 汉武帝的时候 有的将领作战失利 按律当斩 他就支付巨额赎金 买回一条命 而像司马迁这样 凑不出赎金的 只能忍受痛苦 隋唐时期 更是把赎刑 同社会身份直接挂钩 隋代法律规定 九品官及其以上的犯法 可以赎刑 徒刑一年 二十斤铜 流刑一千里 八十斤铜 就连犯了死罪 缴一百二十斤铜 也能免罪 上缴的铜 用来铸臂流通 唐代法律差不多 还准许七品以上官员的 近亲署 也适用于赎刑 明清时期 赎刑仍然十分普遍 如何看待赎刑呢 本书作者认为 一方面 在刑罚十分残酷的 古代社会 赎刑给一部分人提供了 免于受酷刑的机会 这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 高额赎金 只有富人才付得起 这就造成了 同样是触犯法律 富人可以花钱逃脱惩罚 平民 却必须接受惩罚 此外 赎刑也在变相鼓励 富人犯法 因为既然只要肯出钱 那就能免于责罚 那又何必守法呢 法律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由此被严重破坏 当然 比起权贵享有的更多特权 属性只是小巫见大巫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 权贵连钱都不用掏 就可以减轻罪责 比如说 形成于曹魏时期 并在唐代发展成熟的 八义制度 所谓八义指的是 有八种人犯罪 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判 而是要交给皇帝 亲自裁定 哪八种人呢 包括皇亲国戚 功臣元勋 社会贤达等等 皇帝将根据他们的地位和贡献 酌情减轻罪责 甚至于完全赦免 明清时期 法律对统治阶层的维护 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比如说在明代 藩王及其家属 不受地方司法机关的管辖 只要不谋反 即便胡作非为 也不会受到惩罚 清代法律则规定 满族贵族犯法 一般的司法机关无权插手 而要交给宗人府 会同刑部 户部审理 即便是普通其人 犯了法 刑罚也比较轻 比如说 斩立决 可能改为斩监后 也就是从立即执行 变成缓期执行 这就留下了再操作的空间 坐牢的话 也设有专门的其人监狱 待遇要好过一般监狱 总之呢 针对不同群体 施加不同的刑法 在古代社会属于常态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 古代中国刑罚的 第四个特点 人治 大于法治 前面讲过 现代法治社会 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上到国家元首 下到平民百姓 都应该遵守法律 不因其社会身份 而享受任何特权 古代可不一样 我国实行了 两千多年的帝制 在帝制时代 总有一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个人就是皇帝 皇帝拥有更改法律 破坏法律的绝对权利 只要他存在 人治就始终高于法治 举个例子 汉文帝用痴行 取代了戈鼻砍脚的酷刑 此后法律又加以种种限制 到了东汉时期 连皇帝都不能随意使用痴行 怎么办呢 皇帝们开始法外加刑 汉光武帝刘秀 曾贺令武士 用杖击打不听话的官员 汉明帝刘庄 更是把当朝大臣打了个遍 这就是杖刑的起源 后来杖刑被纳入刑法体系 限制也越来越严 这同样难不倒同志者 武则天当政的时候 对政敌的惩罚是一顿杖 字面意思 打一顿板子 可这一顿 到底是几下 十下 还是一百下呢 那就根据统治者的意愿 灵活操作了 武则天任用的莱俊臣 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成为中国历史上 有名的酷吏 明太祖朱元璋 也热衷于法外加刑 本来他亲自指导的大明律 就非常严厉了 可是他仍不满足 颁布了所谓的大告 大告比大明律更严苛 比如说 按照大明律 官员贪赃枉法最重也就是处以绞刑 朱元璋为了震慑贪官 在大告里规定 受贿六十两以上者 不仅要判死罪 还要包皮食草 这就是一种将整张人皮拨下 往里面填充石灰和草料的酷刑 让受刑者生不如死 朱元璋还利用特务机构锦衣卫 在民间遍布耳目 谁敢非议朝政 当场抓捕 明政府以此加强对臣民的管控 这在明朝后期达到顶峰 根据史书记载 某一天 有五个人在客栈里喝酒 其中有一个呢 边喝边骂魏忠贤 旁边的人提醒他小心些 他不以为意 谁知道这番言论被探子听到 报告给魏忠贤 死人惨遭 包皮失草 其实像这种统治者滥失刑法的行为 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说到底 这是皇权不受制约的结果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 类似事件依然层出不穷 1898年 戊戌变法失败 谭四同 刘光帝等人被捕 玄疾押赴刑场 刘光帝在刑部任职十几年 对大清律法非常熟悉 他质问 没有经过审讯就问展 这合法吗 行刑者无言以对 当然 这并不能挽回戊戌六君子 血染蔡氏口的命运 二十世纪初 中国法治史终于掀开新的一页 迫于内外压力 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 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法改革同步展开 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学家 吸收西方法治思想 在一九一一年 颁布了大清新刑律 新刑律最突出的贡献有两点 第一 彻底废除了墨刑 弓刑 杖刑等摧残肉体的刑法 第二 废除了诸如 凌迟 腰斩 砍头等死刑的执行方式 并对死刑的适用范围 做了明确限制 由于不久以后 清朝覆灭 大清新刑律 并没有正式实施 不过 他确立的法治理念 也就是应当用正当和人道的手段 去惩罚犯罪行为 逐渐深入人心 成为中国司法界的共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本书作者把清末的司法改革 视作刑法 走向现代化的开端 从商周到晚清 经过三千六百多年的演变 可以看到 中国古代的刑法 整体呈现为 从野蛮到文明的走势 当然 由于刑法是统治者 用来驾驭臣民 控制社会的工具 所以残酷性和不平等性 贯穿始终 一直到清末司法改革 现代法治理念的新风 才吹入了这个老大帝国 好 刑法的历史就讲完了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想法 打赏了 大胆 字幕后患者 in 转发 正确实在新风所